好的各位 现在时间是2月25号 你们会在这个4月1号的时间点进这部影片 应该就知道它不是个什么普通的企划了吧 好,不过今年不像之前两年的愚人街影片那样啦 2022年我发了那部NoFone评测影片 2023年则是买了一堆智慧电话桌机 前两部我都在一本正经的讲干话 诶,还是你们觉得那些不是干话呢? 反正今年我决定不用这个拍片风格啦 开场就直接开门键上的跟你们说 这是不愚人街影片了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放轻松 近年的整人对象并不是你们 而是我老爸 之前我在一些影片里应该有讲过 这几年来我爸的手机都是来自我用一年之后的iPhone 所以之前是用12 Pro Max 接着我换14 Pro之后就将13 Pro换给他用 那现在15出了 所以我爸现在的手机就是14 Pro 平常我iPhone也都很宝贝着用嘛 甚至比我手边的Android手机还要珍惜 都有帮他装壳装保护贴 那现在他也用的很满意这样 不过接下来可能要有一段时间 得跟他说声不好意思啦 因为我要偷偷的将他的iPhone给降级啦 你说这种事情是要怎么偷偷来? 嗯,直接换掉的话当然很快就会被发现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要动手脚的时候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种魔改外型的iPhone 比如表面上看起来是15 Pro Max 但实际上却是10R的内在 嘿对,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只是要卫装成的手机当然就是我爸现在用的14 Pro 然后好啦,我就是打算用10R来卫装的 至于要怎么办到 简单来讲就是换掉外壳而已啦 把手机原本的边框与背面拿掉 保留萤幕、电池、主机板 然后再将这些东西装到新的壳上去 但当然就不是直接拿原厂14 Pro的外壳来装啦 毕竟10R各个零件都跟14 Pro不一样 不能直接塞进去 光是机身大小就有差了嘛 所以就要有一个非官方专门给10R魔改用的壳了 首先你看嘛,14 Pro的机身是比10R小不少的 即使两次手机都是6.1吋萤幕 但14 Pro的萤幕边框摘很多嘛 机身也是平的 然后我这里也随便找了一家10R仿14 Pro外壳的商家 有没有看到它其实就是这块边框加后盖 然后某些排线是要换掉的 毕竟机身大小不一样了嘛 原本像是按键之类的排线长度会是不对的 而且像10R是一颗镜头嘛 所以14 Pro的另外两颗就会是假的 然后闪光灯 原本10R是在镜头下方 但14 Pro是放在这的 所以这应该也是得靠排线去解决 那在拍这片段的时候 我是已经有请朋友帮我买壳了啦 他在淘宝买的 这看起来也是十分有模有样啊 那你现在可能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阿哲,这个10R跟14 Pro差那么多 你这次换成14 Pro的外型 这应该还是超容易被发现的吧 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啦 毕竟我爸也不是那种 对手机完全没研究的人 要是发觉到不对劲 应该是一秒才看出来了 是有一处可以延误我爸看出破绽的时间啦 但就是我爸平常不用手机的时候 他是会镜头朝上这样放桌上的 诶,这时候就只会看到14 Pro的背面了 有没有OA上Display 他这时也看不太出来 但是这要拿来用的时候啊 我们先来看这部影片啦 这次有人拿10R假冒成15 Pro 反正就差不多概念啦 前面拆机装机的过程 我们就都跳过 直接看组装完的样子 你看这个侧面与背面 还蛮有模有样的嘛 只是一旦亮萤幕 哦,这就有点一眼难尽了 超厚边框配上原始刘海啊 没有动态导 没有AMOLED 萤幕也是60Hz 这个真的会看不出来吗? 我之前当然是有想过 要拿轻一点的手机来卫装 比如iPhone 12 至少萤幕边空更窄 而且有AMOLED 但依拉好像就看过很少人 拿10R或11之后的机种去改了 依拉想说算了啦 反正反差大一点也更有趣 只是我可能就要视线想想看 要是我爸起疑性的话 我该怎么去瞎掰了 我现在真的是随便想 都会想到有哪些地方 会被我爸发现不对 像是把握壳要怎么办 我爸原本的壳绝对装不下 还有我爸会用MagSafe去充电 Tier可以无线充电 但没有MagSafe线圈 哦,真的要去一一想办法了 反正看多心想到这边啦 接下来就是能想到做什么 就做什么吧 先这样啦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是 早上的10点多 然后日期是3月4号 其实现在比我平常还要早起来的 也就是想探看一下 我爸起来之后的生活 大概是怎样啦 他大概是会在11点的时候 到客厅去 只是平常他在客厅的时候 我是不是在那边的 也我通常都还是睡觉嘛 但是为了要了解我爸 到底有什么时候 是会放着他的手机 然后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才会这么早起来的 反正我等一下就会下去客厅 然后等我爸过来 以工作的名义来偷窥他的生活 这样子 这样好像有点奇怪 反正各位懂的啊 那我就准备一下器材吧 好像快下来了 赶快拿下去 为什么要下来的 我再拍一些东西 你穿这杯的 还好 几天起来的 刚刚吗 你应该想要在这里 就是换个场景 你应该吃点热辣 特意哦 特意哦 特意不要低 哦 好啦 總之我回來我房間了啦 這個該怎麼講 好像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但又找到了一些希望 反正我爸到客廳之後會先稍微吃一下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是會用著手機的 再來他會去蹲馬桶 但是蹲馬桶的時候他是會帶著手機過去的 哇 我的記憶還停留在他上廁所的時候 會去看報紙 然後手機並不會帶著 但是後來我們家都沒有在訂報紙了啦 所以 對 他就帶手機了 我本來想是在上廁所的時候 將他的手機吊包 但是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沒辦法了 但就還是有一個希望啦 那就是他交花 然後去看信件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是會出門去的 然後不會帶手機 離開的時間大概有五分鐘吧 沒有 可能大概三分鐘而已 不過這樣的時間就已經算OK了啦 就足夠我下去把他的手機給吊包了 所以 就這樣子吧 我也不能太常下去 因為我下去的這個動作是有點反常的 偏要命鬼這樣 要是被他發現到一些不對勁的話 那就不行了 而且我剛剛跟你說的嘛 現在時間是3月4號 其實還蠻早 但這種東西就是要慢慢一點一點的去進行嘛 如果把所有的動作都聚集在一起太密集的話 那他一定會覺得不對勁 反正就這樣啦 目前的策略就先到這邊吧 那你知道我還有什麼策略嗎 就是突然猝不及防出現Surfshark VPN的業配啦 沒錯 身為2024年的現代人 還看過我接收那麼多次 怎麼不能多了解這個使用工具呢 Surfshark VPN 能讓你在任何生活環境 瞬間遨遊各國 無論是你的電腦桌、咖啡廳還是捷運內 只要3秒鐘就能直接享受到那些地區限定的內容 而且一切資料皆有經過加密 確保你的隱私與安全 像有玩一些日版遊戲的各位一定知道 要在遊戲內課金並不是直接綁信用卡就好 比如Android 的系統就需要在跨區情況下辦個日本帳號 欸 這個時候Surfshark VPN 就是個省事安全起快速的選擇了 找到註冊好帳號在手機的APP上登入 並在國家列表裡選擇日本 這個時候就可以順利進行其他操作啦 這幾年來的使用之下 速度也相當穩定不卡頓 現在記下影片右上方的折扣碼 並點擊底下說明欄的專屬網址 就可以享有3個月的免費試用期 以及我的專屬優惠喔 跟你課金的錢相比簡直不算什麼啊 此外 Surfshark 在付款使用的30 天內 也都是可以無條件全額退款的 對於 Surfshark VPN 有興趣的各位 影片結束後就是多了解一下吧 好的 又過了好幾個禮拜 你看我頭髮都剪了 那各位也不要覺得 這段旗艦我沒有任何的進展啦 我還是有稍微想一些辦法做一些事的 首先在這邊告知大家啦 這個計畫有一點點改變 但不是往不好的方向發展 而是我想到了一些做法 首先我還是適合為 以我爸的聰明才智 從14 Pro 立馬降到10R 的正面螢幕 我覺得他應該還是會發現 這個做法有點太 risky 了 所以我不打算這麼做 所以我打算中間再加一個東西 那就是所謂的過渡機 它呢 現在就在這個箱子裡面啦 還真的是虧我想到這個做法啦 反正我們就開開看吧 我究竟是買了什麼東西 答案就是 一台iPhone SE啦 我這個想法應該還蠻有道理的吧 就是用一些理由 先把我爸真正的iPhone 14 Pro 給拿回來 放在我這邊幾天 然後先用這台iPhone SE 作為它的過渡機 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先讓我爸忘記 全螢幕iPhone的樣子 忘掉什麼動態的好吧 先回到原本16比9的iPhone 然後給我爸用個這台幾天之後 再換到那台假的iPhone 14 Pro 這樣子我爸從這台iPhone SE 換到假的14 Pro 欸 那其實也是從16比9 後邊框的iPhone 換到沒那麼後邊框的全螢幕iPhone啊 然後再配上原本它14 Pro的背面 哎呀 都三顆鏡頭在上面了 應該是不會這麼快去察覺到的吧 反正我們先來給它開箱看看啦 雖然是要作為愚人節 給我爸的過渡機用 但是這個機框還是有挑過的 可以看到相當之漂亮啊 那這個正面螢幕也已經有貼好保護貼了 那對 還沒跟大家講 這台其實是iPhone SE第二代 對 並不是更新的第三代啦 但是各位想想看喔 第二代他用的SoC 其實也是蘋果的A13 iPhone X還用的是什麼 A12 更舊 所以一方面可能也是先讓我爸 習慣這個比較舊CPU的樣子啦 就是從A16換到A13 再換到A12這樣子 雖然我覺得以我爸的使用需求來看 從A16直接跳到A16 他應該也感覺不退出來了 然後我買了這一台A11呢 是128GB的 反正明天早上 我就是會拜一些旅遊啦 然後叫他11 Pro轉到這台上面 對 明天早上 其實現在已經是半夜的大概2點多了 就想說晚上先給他開個箱啦 然後先讓他充滿電 然後再轉移資料 所以就讓他停在這個畫面吧 那除此之外呢 為了不要讓我爸覺得 就直接拿這個裸機給他 太隨便 我也特別像我的乾爹西牛頓 要的這兩個東西啦 這集影片沒有要幫他置錄啦 當然還是shout out的一下 感謝他們那麼好心還協助我 首先這個是iPhone SE 2專用的Solid 2保護殼 因為我爸現在的iPhone 14 Pro 也在用西牛頓的保護殼嘛 而且剛好也就是這個款式 他用的是Clear系列啦 但是我挑的這個背景呢 是跟他現在用的一模一樣 再來這個東西呢 也是一種我對我爸的貼心啦 天啊 這樣子講有點不要臉 反正就是這個MagSafe的磁吸環 因為我爸像他房間的充電器 還有車上的手機夾 都所有用到這個MagSafe 那iPhone SE的話 雖然支援無線充電 但是沒有MagSafe磁鐵嘛 所以呢 套餐就可以黏在上面 然後就能順利進行MagSafe充電 跟裝上手機架了 與其裝上去的結果就會像這樣 我應該是沒有裝太歪啦 對 這一圈是沒辦法裝上裡面的 不然會裝不下嘛 但是這樣裝的話 應該就能順利的磁吸上去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呃 沒在充電耶 啊 我爸呀哇 對不起 我把磁鐵黏在下面了 要在這個地方才能順利充電啦 OK 好 在這個MagSafe磁鐵後面的膠是處於牢固 但是要拆的話也是可以順利拆下來的那種 所以我們黏在這個地方 它總可以了吧 啊 有有有有 正在充電了 所以你看 即使隔著一個保護殼 它還是可以順利充電的 那麼就讓這支手機以這樣的心態 送給我爸吧 不是送啦 就是 呃 對 暫時給他用一下 喔 然後對不起 呃 暗靜忘了裝上去了 大功告成 哈哈 好刺激喔 明天早上就是轉移資料時間了 所以我得在睡前 想一個合理的理由呢 謝謝 爸 你那支手機 可以先借我幾天嗎 我要弄一些企劃 要拿比較 那 那我怎麼辦 我這邊有另外一支 可以先借你 有這裡面的資料咧 就 因為也是iPhone啊 蘋果對蘋果就可以傳資料 不是 這樣子 這時候我Apple Pay那些 因為換了手機 就要重新綁定 對 喔 那我新的我就先不要用Apple Pay了 手錶應該是跟手機綁定的 那穿資料之後應該可以綁手錶吧 你要幹嘛 跟我這台iPhone比啊 有一個比較長的企劃 喔 新的跟這個 有 我這台 S1 第二個段 嗯 S1喔 嗯 先給你用這種的 試試看 我更新牛頓要了 一樣的 喔 它這個環變要另外的 那什麼時候用 你可以先來傳資料看看 那你要用回這個 Touch ID 不是按螢幕 下面那個 那這邊Apple Watch可以直接用 喔 可以 像那台應該就可以用了 嗯 就等到下早上那些Apple就可以 那幾天後再換你 謝謝吧 那些是它用的如何 其實小小的是很好拿 對啊 目前還好 可是 等一下 其實 CFS ID 它反應還是比較慢的 相對那個CFS ID 會吧 它應該就是按下去之後 馬上就可以解鎖 因為它這個實際上是按不下去的 它是靠震動來模擬的 好速喔 對啊 這邊就可以設定了 強度是多少 速度上OK嗎 效能 相對 反應好像稍微賣1CFS 好啦 總之目前的進展就還算順利啦 那會有爸這台iPhone14 Pro了 然後他目前正在用這台SE2代 雖然內心就還是有一點點 不好意思啦 我爸從2018年的時候 換成XS Max 就已經離開掉那個 Home鍵設計的iPhone了 今天看他這樣子 有點不習慣的樣子 真的是有點 不捨啊 那種愧疚感好像是比 直接給他用10R還要高的感覺 因為10R至少有Face ID 然後有那個全螢幕嘛 以我爸的說法來講 他還是比較習慣Face ID的 反正就這樣啦 給他用幾天吧 我這邊就要來想想 目前稍微上腦筋的一些問題了 比如說今天在轉移資料的時候 有發現到 對齁 這個Apple Pay的話 要換手機 它還是要再重新認真一次 而且現在認真都很麻煩啦 還有打電話過去 只是說這個或許還算好解決啊 應該說就是繞個方向嘛 他有Apple Watch 所以就繼續用他的Apple Watch就好了 手錶裡面的信用卡資訊都還在 那也成功綁到他的AC上 然後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到時候轉成10R的話 到底該怎麼轉 我目前的想法就是把這台14Pro 給備份到一台電腦上面 然後把接下來的那個10R 換成14Pro的背板之後 再把電腦上的資料給恢復過去 然後接著再拿這個已經恢復好資料的 10R aka14Pro 還給我老爸吧 我覺得就直接當面交給他啦 不要說什麼偷偷的把它給掉包過去 因為沒有必要啊 都已經讓他用那台二代S1了 到時候就直接拿那台假14Pro 跟他說這個手機可以還你了 然後我們來轉移資料之類的 那可能還有其他離離扣合的東西要注意啦 反正 唉 我會加油的 好的各位注意 現在的日期是3月20號 沒有錯今天是我的生日 但是生日怎麼的不是重點 反正你們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生意已經過了 所以不用幫我祝福了 但是今天呢還是重要的一天 因為 終於要開始組裝這台假14Pro了 現在我們出門吧 久遠久遠久遠 你好你好你好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 沒錯 就是你要的東西 改裝包 好的 沒錯 這次我們邀請到了這位來賓 這個專業的台北手機收藏王 沒有沒有沒有 來一起組裝我們的假14Pro 所以這個箱子的話 就是你帶的東西了嘛 對沒錯 我們就來看一下你們到底有啥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平常 拆裝手機用的一個小工具 簡編版 等一下 你不只放了一隻手機進去了吧 但是這個就是我們這次要拍的東西了 對它是主角 沒關係我們就是放到旁邊去 我對你其他東西比較有意見 請問這兩隻手機為什麼要帶來啊 恩還就嘛 這隻就是 對啦這都不是重點了啦 我們趕快進入正題了 不然整隻影片會剪不完 反正就是這一些工具跟這兩個料件嘛 沒錯 那這次的話 對就是要來裝進假iPhone的東西了 所以外殼什麼的就不重要啦 反正到時候都會拆掉 重要的就是這個螢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對它是沒有問題的上面有保護貼啦 但就是邊框出了點 這個來給我拍的看真的是沒問題嗎 原本的iPhone殼是這麼的窄邊框 這真的沒問題嗎 好反正我們的步驟就是先把它給拆開來 換成假的殼上去之後再備份資料回去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假14Pro到底怎樣好了 反正差不多就是像這樣子啦 其實乍看之下真的一般的沒有什麼差別啊 鏡頭這邊有開個孔了 其他兩個鏡頭是假的這個是一定的 那你說你有幫我裝好按鍵了嗎 對 就在這個地方 音量排線跟按鍵都先裝上去 OKOK 對然後你之前也有說到嗎 它其實這個邊框 對我不是很確定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是 就是for some reason它變成汙面的了 然後卡槽的位置 因為主機板的關係嘛 是一定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 防水膠跟電池膠 但是是不太推薦裝上去的對吧 對因為附廠的其實年性也不是很好啦 對就是裝上去有點浪費時間 而且之後如果要拆的話也是有點麻煩啦 好沒關係那這個就先放旁邊就好了 這個是一定會需要啦 對黏電池的嘛 對對對對對 所以這個大師要來教我怎麼裝上去了 嗯基本上你有拆過4S嗎對不對 對 其實基本上步驟差不多 先擰下兩個尾部螺絲 然後是拿0.8這一個 太多了吧 0.8是哪一個 0.8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 你會用到三個頭 一個是這個底部螺絲嘛 然後跟十字的這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是三角的 然後這邊就是你有用過的拆機片嘛 可以先拿一些出來 反正這是夾子 夾子是拿來夾 比如說夾一些比較小的排線 或者是一些小部件之類的 因為像WiFi天線它就是蠻小的一個部件 你可能會需要用這個去夾它 拆機的第一步驟就是先斷電 先關機然後拆開之後先拆電池 對這個很重要 所以就是瞄準這邊然後就開轉了吧 沒錯 你覺得咧 沒關係沒關係 10R的外殼不是很重要 可以可以可以 它本身的外殼已經不重要了 這我突然想到有件事耶 你等一下裝回去它的底部螺絲會是黑色的 我爸應該不會在完全不知道 已經變得瀏海的情況下 然後看底部螺絲說 欸兒子啊我這個底部螺絲怎麼不太一樣了 它的螺絲是很長的 它還蠻長的 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放在旁邊這個地方了 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C盤了 這邊嗎 對對對 然後慢慢拉開喔 因為它的排線是在側邊 我已經把防水教條拿掉了 對啊我就想說應該要帶什麼加熱台之類的 我真的有點怕我把它的FaceID搞爆耶 對你拆開的情況下 你手指去碰到它的點證模組 它就熔斷了 這就是它的內部 然後因為這支是二手品啦 我有發現它的螢幕的防水式子是紅色的 所以先前可能已經有前人進來過的痕跡了 然後剛剛我們說的很脆弱的點證模組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白色的小板塊 不要去碰到它 千萬不要去碰到它 等一下會不會稍微手回到一下呢 他兒子啊我的FaceID 所以你這樣子收很多手機下來 應該也有發現到很多iPhone都是有缺弱式的吧 大多都是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會發現這個啊 機靈比較長的機子 它外觀越新越要小心 因為可能是被翻新過的 欸你成功了 那就是我們的螢幕啦 好我們就先讓它退下 等一下它還會用到啦 接下來的話我會建議先拆電池 但是電池的部分就是一大挑戰了 因為電池膠 請問我剛才從會開始呢 都可以 看我喜歡從上面來跟下面來 嗯 先把上方的引線抽出來之後 小心的把膠給抽出來 而且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它會被隨著時間老化 脆掉 啊 first try 沒事沒事常有的是 它還有一點點啦 你可以再試圖把它給抽出來 它有點低靠我80%的步驟 沒關係我還有一次機會 至少讓我成功拆掉一條吧 啊 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用其他方法好了 好沒關係 欸等等等等 交給你交給你 先稍微拼回去一下 讓我做點樣子這樣子 對就是倒載倒載倒載 啊啊 拆起來了耶 恭喜恭喜恭喜 哇 太厲害了 還有成就感喔 對 反正經過了一番折騰 這個電池總算是拿起來的 所以剛才不是我的問題嘛 對 它的電池膠的確是有點老化了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基站的痕跡 反正差不多撞到一個段落了 但是我們可能有下一個任務就是 下午茶任務 耶 休息時間 耶 所以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生日快樂 吃了一頓下午茶 結果手機好像也差不多要裝好了耶 對 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看到已經蠻有模有樣的了 該鎖的都有鎖好了 等一下它能開機 喔 可以可以可以 有啦 進入這個畫面了 可以可以 看起來蠻正常的 我覺得我們就趕快跳到下一個 我最擔心的東西好了 就是那個差點碰到的 所以到了這個階段之後 可以按開始 欸 有欸 這樣子就算算有了吧 有出圈就OK了 你也可以讓它跑完然後解鎖看看 沒關係 先不用登錄 可以裝回去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擋板都鎖了 那就是直接把螢幕扣上去就好了 基本上現在能蓋下去就是沒啥問題了吧 對 然後就是打上尾部螺絲 其實整體密合度不差啦 只是個lightning為什麼是歪的 對 好的 鎖上去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 iPhone 14 Pro 我們來跟正版的比較一下齁 其實說真的整個質感上來講 沒有差到很多欸 乍看之下 它整個反射之類的 是差了那麼一些些 沒有那麼有質感 那摸起來 仔細摸的話 也還是有一點點塑膠感啦 而且我現在才發現 其實它鏡頭做的還蠻像的 對啊 但是這個殼一定裝不下去了 因為你看 大小 雖然一樣的螢幕尺寸 但是畢竟這個邊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邊框 就是差這麼多欸 這個我爸不會發現嗎 我覺得 我應該要掰一些理由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 跟他講一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不然 保護貼貼錯了 對對對貼錯了 貼很瀏海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啦 反正我們就可以 這樣子轉移資料了吧 我們就按這個繼續吧 因為它就是一個真正的iPhone嘛 所以在轉移資料上面 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它就只是 殼換了一下 邊框變成霧面的 但是我爸平常也有在帶殼啦 所以應該是還好吧 他應該不會發現 那平常這個 裸記的手感 原廠就是這樣子了 只是它的側邊按鍵 好像有點鬆就是了 對 它的觸發力道超輕 超輕欸 對不對 我就隨便摸一下就關了欸 就跟爸爸說 你幫他拿去邊框包摸就好了 常常贊助的 所以我們轉移資料 應該就是從iCloud下載 因為跟大家說一下 這台10R是128GB的 然後這台的話是256 我爸放了很多照片在上面 所以如果全部轉資料的話 這台會爆會轉不上去 所以我們之前是用這個iCloud的方式去備份 然後不含它的照片 然後我可能到時候就是用AirDrop的方式 放一些近期的照片上去 不要讓它懷疑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正在回復資料了 但是剛剛發現了一件非常驚險的事情 他突然寄了這個信過來說 你的Apple ID在一台iPhoneXR上會登入了 那我收到之後就馬上點開這個郵件 然後把它刪掉 並且永久刪除這樣子 我爸那台手機如果他接到那個訊息的話 點進去看他 TING啊 我被刀了嗎 再來我們就是 雖然不可能啦 但是還是嘗試一下 這是他原本的這個殼嘛 裝上去之後 應該說根本就裝不上去啊 他這個絕對就是太寬 然後太長了 好的看起來 我們先測試一下一些基本功能啦 比如說相機的話 應該是能用的 但是當然就不會有像XS Pro那樣子 還有什麼變焦的啊 他就是對 簡簡單單的這樣子而已 再來閃光燈的話 應該也是能用的 沒錯 然後點一下 還是可以開螢幕 但是就沒有所謂的 Always on Display了 這個MagSafe的話 我後來是想到一個方式啦 就是我之前的那個犀牛盾 那一圈把它給貼到上面去 然後跟我爸說呢 因為他現在是裸機的方式 所以 怕這個MagSafe的那個磁鐵啊 會對它造成一些傷害 敲到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圈圈 來稍微保護一下它這樣 至於為什麼沒有放這個背蓋的話呢 可能就要用一些比較牽強的理由啦 就是我可能在拆它的手機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的背蓋給拆壞了 保護殼 所以我目前已經正在跟廠商訂一個新的了 就請他裸機用一下 我到底在這部影片要創下多少的謊言啊 真的是圓結 然後電源鍵剛剛試過了嘛 雖然很鬆但是行得通 音量鍵的話 對都可以正常使用 然後這個電影波鈕 其實手感是有一點點差異啦 但是我爸偏常都不會去調它 震動的話剛剛試了也OK 那我剛剛發現我爸好像不太習慣用Dock Mode的樣子 它的背景都是白的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在意到 這個手機上變黑了吧 因為如果他發現 為什麼這個畫面是黑的啊 我調成白的好了 然後一條就發現 這個瀏海是怎樣啊 應該是不會這樣 因為距離我給他換成SE2 應該也將近六七天了 我大概明天會給他啦 所以希望他已經忘記這個 東太島的形象了 不僅東太島還有這個超粗的邊框 然後桌布啥的也都回來了 就是直接十四Pro的模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接下來就是 等我爸接收我這台假十四Pro的時候啦 各位等著見 於是呢 又到了隔天 這台假單風十四Pro 應該是被我順利轉完資料了 設定啥的都回來了 只要我爸不要打開這個關於一本機 看到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不會有事的 那從這個照片的數量也可以看到 我是稍微搬了一些過去了啦 我當然不能搬太多 因為他的照片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128G的容量會不夠 就是辦到一個他不會懷疑 為什麼我照片少了一些的程度就好了 雖然少了好像也不止一些啦 他目前的手機有大概一萬四千多張照片 我想先確定一下樓下到底有沒有人 你讓我爸打掉跟他講 爸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我應該半個小時之內吧 好 看來我媽是還在客廳 但是我爸的話是已經出門了沒錯 我是還不打算把這件企劃告訴我媽啦 反正我等一下的企劃就是 等我爸回家之後 將這支手機交給他 但是這一切的過程呢 我會把它錄下來 所以該是假設備的時候了 我昨天晚上我在客廳大概常看過了啦 就是適合架那些隱藏攝影機的位置 對 雖然這些東西看起來好像不太隱藏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 首先這支手機我會放在一個沙發的角落 因為總之就是要營造出一個 其實被發現了他們也不會覺得有怎樣的感覺 所以我會放在那種 假裝好像是手機表現掉在沙發上的那種 當然最希望的還是手機整個都不要被發現啦 反正我會用這樣子的直播軟體 開一個私人的直播 然後讓我其實在辦公室也能看到即時的狀態 而且開直播軟體還不夠 我還載了這個東西 這樣子呢 他就可以在直播軟體開著的情況下 按這個 然後就關閉螢幕了 就假裝那是always on display的概念啦 然後這個是打算架我的DOG啦 我會將他連著電源 確保他可以一直幫我直播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支手機的話就先放置吧 反正到時候也是要我當面給他的 那我媽應該是不會太認真看我去架那些東西啦 那我們就走吧 啊總之他們現在出門了 我這個還真的是長得滿好的耶 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這邊有個webcam嗎 OK這樣子兩集都在直播了 這個的話因為沒有節點嘛 所以可能會限無電 但是這個的話是有節點的 所以應該24小時都是可以一直放置的 還是要聲明一下啦 就是除非有這樣子就是無害的目的 否則任何的偷窺行為都是不太好的 等一下我爸好像快來了耶 我先回去看我的辦公室好了 來 各位注意一下 到時候我這個螢幕會放那個監開的畫面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聲音的話我開起來 我聽到要開門聲了 所以我應該要先下去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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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這隻等一下就有 還是你就讓我當作備用機 你如果那個 要這樣就可以喔 OK 他渴的話有變拆 他有點斷掉 結果到時候再更新有更樣子 他陰陽鍵那個地方 可能比較細啦 所以就斷掉了 對喔 我倒是再更新有更用 你的 你的 你丟在哪 蛤 真的 這是發現了嗎 欸 喔 難怪 我放在那邊 你怎麼會丟在哪 一直在找他 找不到 蛤 所以沒有那個殼喔 那我畫一個殼啊 所以你就暫時用螢幕 但他的那個 那些子的話 我把它拔下來 算是一直有啦 那沒關係啊 那我這樣去把你刮的 所以我怕它會刮 對 我等一下就先 那個 Apple Watch的話 應該要再重新連續 照看之下 他好像還沒有發現 他爸爸沒發現 他連懷疑一下都沒有啊 哈哈 那你的位置 對一下位置 看看 OKOK可以 看他們那個充電動好了 好沒有啊 裝好了 有什麼問題啊 你要先轉資料嗎 賣那些的 位置 然後可以進去 對啊 你就要重新保育 重新保育 嗯 你就可以進卡了那個 那我先拿自己卡 他還沒發現嗎 他還沒發現嗎 有時候你只要覺得 那個畫面是 你習慣的樣子 或者說 你專注在內容的時候 你真的不太會注意到 手機的外貌 找到什麼樣子 一個一部話題 可能要先紅字 然後再用你那個 加快做 就是原來的 應該 欸 那是長髮啊 對啊 就不見你 我們就只能幫你 一起接 然後我那個 配置Ig的話 因為我之前有在問 那我自己就在這一次 我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因為他一堆東西要重新登入 什麼網靈那些的 喔 我又不可能跟他說 你就先不用登入幾天後 再看看 不行啊 所以他現在很努力的在 登著各種賬號 對 那個 這樣 他這個開關鍵 沒有穿衣服這樣子 按手感 差好多 變得太靈敏了 你知道嗎 他就在泡沙 對 一不小心就變 我怎麼看那個 是因為是啟動 好 還給我吧 你哪有機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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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動作 蛤 我之前站著放在那邊 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鏡頭 對 因為我之前就在這邊 用來上這些東西 然後就站著放在那邊 喔 你說什麼 對 對 所以 沒問題 好的 各位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3點07分了 我爸媽已經睡了 而在我爸醒得這段期間呢 完全 都沒有發現 不是 那我之前準備了這麼多 該講的一些理由 我完全都沒有用到耶 比如說什麼 看到沒有OA Sound Display 那為什麼沒有出現 看到那個那麼寬的瀏海 為什麼我的動畫倒不見了 看到那有一點點 顏色怪怪的LCD螢幕 為什麼我的不是AMOLED 他是不會這樣問啦 但是 兩者還是差很多啊 他說什麼 我的螢幕沒有160Hz了 他看起來是60Hz 雖然這個是合理啦 因為 畢竟他目前用的是SE2嘛 不是目前啦 就是之前 他已經習慣這個60Hz的感覺吧 我猜 反正我是打算 再讓他用個 大概兩三天的時間 然後 走動去 拆穿他啦 如果他已經沒發現的話 那今天這樣下來 算是還蠻順利的 但是 有一個地方 做錯了 那就是我應該要在還給他14Pro的時候 當場轉移資料 原因就在一堆 那個Apple Watch啊 我真的以為Apple Watch 給他慶空資料之後 然後再綁定他目前用的這台iPhone 就可以接種了 我的資料都會來了 結果看來不是的 因為我看他上次的一份的資料 還在這上個禮拜 還有那些信用卡什麼的啊 也都沒有了 都要整個重新弄啦 就是這前前後後 都造成他不少的麻煩啦 所以我決定 嗯 在這一切都結束之後 讓他去吃一餐啦 不然真是 啊 有點愧疚 反正今天就到這邊了啦 到時候我也會稍微記錄一下 我爸到底有沒有發現 或者說 對 就這樣子啦 現在日期 3月25號 距離我拿給我爸夾手機 已經過了3天多了 嚴格上來講 已經將近4天了啦 然後我爸現在 還在悠閒的聽音樂 好像事情完全沒有發生一樣 他完全沒有發醒 這將近4天來 他好像真的把它當作 自己的手機一樣再用了 所以我想也不能再等了啦 再等下去我真的拍到明年了 我們還是主動出擊吧 如何主動出擊 就是請他到這個地方啦 沒錯 一個正式的攝影棚 看到這邊也就表示 這部片子應該即將要結束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打電話給他 那請他上來吧 然後我也先將他的手機 遇藏在我的口袋 等到關鍵的時刻 再拿出來給他看 真的是很奇怪 這幾天我應該要 戰戰兢機的過每一天才對呀 生怕我爸會發現 但是好像完全不緊張了耶 反正就這樣子啊 來看我爸的反應是什麼好了 挖苦挖苦 喂 喂爸 你等一下可以上來拍一些東西嗎 有東西要讓你入境一下 就是有拍一個小的企劃吧 怎麼樣的企劃先跟我講 反正就是跟手機有關的企劃啦 你就是拿你的手機上來 我要比較一些東西 是喔 好 好現在喔 來這邊坐 這邊稍微有點擠 你現在是不是在拍的 嗯 就直接開始就可以了 反正我想問你一下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借你 我的那個iPhone SE嗎 對 那你現在換到這台14 Pro 你覺得哪邊有升級感之類的 就是像比你 反應快很多啊 這台比你的那台SE還要快很多這樣 對啊對啊 差異蠻大的 還有電池啊 電池也比較好了 正常啊 因為SE它電池本來就比較小的課 對啊 而且螢幕的話應該也是大蠻多的 對啊對啊 像是邊框那些的也是在蠻多的 那所以你這台就是iPhone 14 Pro啊 是啊 那這一台是什麼呢 啊 那不是很像嗎 欸 比較小的 這也是 欸 這什麼啊 對啊 這台比較小 是啊 那你覺得哪一台是你原本的iPhone 14 Pro 你如果看這個正面的話 嘿嘿嘿 哦 所以這個是那個 不是啊 14 Pro不是有動態導嗎 是啊 然後我借了你幾天你都沒有發現 哎呦 被你騙啊 所以我其實那段期間就是 把你的手機給掉包了 這台其實是iPhone XR 所以其實它的處理器是比iPhone SE還要慢的 蛤 這台是A12 然後iPhone SE是A13 所以你說快很多沒有這回事 蛤 不是不是我講的是螢幕的反應 A11跟這隻都是60Hz啊 你要不要自己比較看看 你解鎖一下這樣子 嗯 然後再滑這個 對啦 這個就是比較順的啊 看起來比較不丟 重點是動態導你都沒有發現到 這個是很原始的瀏海啊 我一直沒有特別去注意啊 因為我當初換給你A11就是想說 讓你稍微忘記一下這個全螢幕iPhone的樣子 而且它的14 Pro的邊框 其實我拿這台假的殼 它的邊框是霧面的 可是正版的應該是這樣子的啊 應該是不鏽鋼的 這也是差別之一 然後你可能戴殼了 所以你也沒有發現 對那時候戴殼了所以沒有注意 對 所以我上次說你的殼壞掉了其實也是不對的啊 就是你的殼是正常的 是啊 裝上去之後 對就是整理你原本的手機了 但是如果你要新的殼的話我還是可以幫你買吧 對我還是可以幫你要 而且照相的話也是差很多啊 你沒有發現到這支它沒有超光絞盡嗎 因為這幾天沒有特別拍什麼照片 所以就沒有特別注意啊 對啊像這樣子它有好幾段還可以望遠那些的 它這個就是什麼都沒有 對這也是差別之一 所以其實差很多啊 就是這樣子啦 這兩支就是有這麼大的差別 一個邊框是一個邊框很粗啊 然後它的這個電源鍵也不可能這麼的不好按啦 原廠的話其實是羅機的狀態 你說這支是什麼 XR 我改成14Pro的外殼 所以其實那天我請朋友來 也是請他改這個外殼 他買了一支XR 對然後改這個外殼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這個側邊的按鍵啦 你自己按按看這個 這個才是真正的iPhone的手感 羅機的狀況下這個也是會這麼好按啦 非原廠的殼 這個就是請別人訂製的啊 這兩顆鏡頭也是假的 對啊 天哪怎麼會有三個 所以其實這支手機是沒有MagSafe的 所以才要這一個換 對啊 我記得原來的 原來的就已經有了 啊 是有一點納悶嘛 就是說為什麼還要搞一個這個 對其實不用啦 真正的14Pro是不用這個換的 而且其實有點抱歉 因為你還有手錶喔 還要重置那些這樣什麼的 是啊 然後還要登錄一些什麼 對 為了表示歉意我之後 還是請你吃一頓飯好了 對啊 因為早上蠻多麻煩的 對啊 就有一些設定 就要重新弄 那這部影片會在4月1號上 那愚人節 對 那你有什麼話想說的嗎 就是對於這次的企劃 原來愚人節 是愚弄你老大是不是 沒有其實這段期間很溫度 有被愚弄 因為就很麻煩 布置這些東西的 就真的是有點麻煩 不過這次的企劃 也算是成功了 那你就下去吧 那再幫你SIM卡 OK 這部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了啊 你看 從那邊開始就從那邊結束 我一樣是在這個場景 而且各位應該也可以發現 最近我真的是 滿多題材都是這種 比較即興的 就看各位喜不喜歡這類的企劃啦 那我覺得影片最後 也還是要講一下啦 雖然說 今年的愚人節企劃 我是覺得滿成功的 但螢幕前的各位 或許還是沒有辦法理解 為何我爸那個時候一直辨認不出來 阿不是用了好幾大iPhone了嗎 怎麼可能那麼多差別 他都沒辦法看到吧 那我是覺得各位也稍微諒解一下啦 就是對一個十分信任的人來說 基本上對他做出什麼事情 他都是不太會懷疑的 所以我這樣子還給他14 Pro 其實是假的 他也不會覺得 這什麼不對勁嗎 就他的認知就只有 喔對 我的兒子換我14 Pro 就這樣而已 今天如果是一個 比如說我爸到那種 二手論壇買手機好了 那買家交給他手機的當下 我爸一定是會好好的去檢查的 更不用說什麼 如果我賣家 把10R衛裝神14 Pro 然後賣他的話 這個我爸是絕對看得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這樣檢查 也算是有一點點的 該說感動嗎 結果這樣呢 看來是我爸對我十分信任的展現啦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在這邊 跟大家說 請不要去詰怪我老爸之類的 你想想看嗎 用爸的觀察能力 他都能在我偷偷直播的時候 看到那兩台機器了 我是真的沒有想到耶 這也證明了 我爸在這部分是OK的 沒有問題 反正拍完這部片的結論 應該就是 對啦 我也要跟他我老爸人了 要繼續維持這種 彼此信任的關係 才可以呢 好啦 差不多也要講到這邊 我是我的已經算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對 就是這麼突然 掰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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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卡一定要先換過來 不然我手機不能用 他這個霧面有霧面的好處耶 可是原廠就不是霧面的 對對 所以他這個殼是特別做的喔 對 拿起來質感還是差很多啊 嗯 因為他畢竟就是第三方的殼 嗯 嗯